好,那这个小白点除了这个以外,我们来看一下喔 点下去预设可以打开选单 如果点这里就可以回处画面 你看见吗?点下去,如果点这里就可以开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有些点我们从这边滑下来 所以小白点基本上有它的功能 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来,我们再把设定打开来 这时候在辅助使用的触控 这边的辅助触控,点进来 预设按两下是没有任何动作 我可以把它点起来 那这个就是说,如果按两下 我可以让小白点做一大堆事情喔 做哪一个最好呢?这些你可以自己指定 不过在网络上,大家所有人大概习惯就讲什么截图 因为截图这个功能可能比较重要一点 好,那就宣告完喔 如果在这个小白点按两下就可以做截图 来,我们示范一下,按两下 诶,图就抓下来 这样的截图方式是万无一失 截完图又点起来呢,在这边可以做标示 那如果没有做标示呢 点左上角完成,就可以储存到照片 来,我再抓一张图 不过这次我要画一下喔 按两下,一样做截图喔 来,在左下角点一下 为什么停下来呢? 各位看一下,这个笔是在右上角这个笔头 如果你要做标示 预设它应该会开起来 开起来可能在右边,可能在左边 这是可以调位置的 那点了这支笔以后呢 点一下叫启动功能 点第二下,我可以设定出去 来,现在是红色好了 这时候就可以开始画了喔 画的时候注意喔 右边这边三个点点检查一下 要让你的手指头可以画图 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开始画 我画一条线告诉人家 画完的时候停顿一下 来画一个圆 画完的时候停顿一下喔 就变成正圆,看见吗? 画一个正方形停顿一下 这是iPad的标准功能 如果你标示完成了 当然左上角就点完成 储存到照片